又把手臂给挡住了 又有那种非常飘逸的感觉 你的脱尾无限量可以延长 所以呢 我就拼命那时候找书店 逛面料市场 知道什么样的服装 什么样的面料是符合我这个质地的 你刚才说哪一个是你自己做的 这一套 这是最早的 我在星光大罩上穿的那套 做这套衣服花了多长时间 我花了挺长的时间 大概的又几个月 你肯定是参照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这个袖子的 是的 这个参照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在里面 包括他们京剧有个大唐贵妃里面 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然后根据他的记录上 我又稍微的做了一些感动 一个蓝色就上千种 你怎么样在这一千种蓝色当中 寻找一个你最想要的 最好看的那种 就是你的眼力 你对颜色的这种理解能力 还有我特别喜欢霉红色 关于染色的时候 有的时候师傅一染出了 我就感觉尽管都是霉红色 或者都是大红色 我就感觉这不是我要的 怎么办 那我就自己亲自来 来做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来亲自染 在阳光下来 然后晒 晒之后 等它干了之后 出现的这个颜色 才是最正的 就是说 才是说一个最终的定色 然后我把这个色染出来之后 我就感觉 哎呀 里面还得加一点金色 或者加一点蓝色 才是我想要的 因为你对它要求 太要求 太严格 所以你就得自己 包括后来为什么服装 一定要努力 努力把它做好 因为首先视觉冲击率 就是说他出来 他打眼不打眼 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首先第一步解决了之后 别人才能够耐得住性子 接着往下看进去 你要需要很多东西 一步一步把它带进来 所以呢 一定要有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 就是说 就是说你的一出现 就一定要有非常 非常大的视觉冲击力 嗯 英雄我主要看他的服装 嗯 像这样的片子 十面埋伏都是学服装 看服装 灰州 灰州戏群 闻人 灰州 还行 从大片里面学服装怎么做 对呀 像英雄里面的服装是非常漂亮的 十面埋伏也还好 嗯 还有电视剧 那个那个大名公词 我在家里 哦 里面我都看 一个男的 好端端的 男的不错 偏偏的男扮女装 装男扮女 这都是非常好听的词了 那 如今的我 我也不可能把当时别人说我的话全部翻翻出来 只是只不过是回忆而已 但是很难听 很很刺人 你知道吗 开始的时候 他们来讲我说我的时候 我还会歇斯底里的跟他们来对峙 别说我 我就说你好 你怎么怎么的 跟他们来来的对着干 最后 磨着我 我当时 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你必须要适应 我就想 任何人说我 我都微微一笑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沉浸在心里 我自己拼命的努力 我不去看别人 我就这样了 我就朝前走 我就朝前看 其他的 都这样 就是这种感觉 他男扮女装 从星光大道到西米歌剧院 他是流行歌手 还是京剧男弹 演技还是扮相 何以引起亿万人的关注 演员 李玉刚 你生意去几番而为为你歌舞 剪门关是你对我深陷的词言 我为国想 愿对真爱 我能放同别 我那个时候 我又一直在寻找答案 这是我一生中该走的这样的一条路 我一直在想 以后会怎么样 将来会怎么样 我男扮女装子 就这样要装一辈子 是不是长久之际 在想 在问 不停地问别人 我说的 我这样的接下来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吗 接下来我会发展的特别特别好吗 很多人都跟我讲 他说的 你可以做这个 能够让你说 能够养家糊口 能让你生活过得很好 但是说 你想 你想说 这个是你的一生之路 或者说将来有所大的发展 不可能 都是这样讲的 完全不可能 我在每一段每一个细节都想得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就是说 我为了有所保留 我在周赛的时候 我都跟导演反复强调 我说我不想用女装 我说的 我要女装 我想留在乐赛 我说还有那么多关比赛呢 我也是非常有想法 导演说你还是上吧 如果你周赛不用女装来征服别人的话 你有可能拿不到周冠军 你连乐赛的参赛资格都没有 最后我们俩有意见处 有分歧 但是我还是听从导演 谁也不知道 突然这个李宇章就换了一个人 老屁都没有想到 他自己事后我们俩在回忆当时都说 就是当时我跳了一个舞蹈 就藏心拿了一把 冰清一节的那种感觉 像一个古代的侍女这种感觉 跳完了之后一个 就是最后的一个动作结束了之后 底下也是完全一点掌声没有 就像只能听到呼吸声的那种感觉 因为在中央台这种节目是几乎是没有过的 很少 有也是凤毛麟角 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这样的 不大伙突然那种掌声就爆发起来了 令我跟老毕我们现场人都感觉很差异 突然有过一夜成名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都认识你 特别那个时候突然有人在网上给你建来了一个贴吧 你突然在网上能查到李玉刚的名字 我就感觉还怎么会是这样的 就是世界变化了 就那种感觉 我呢没有上升到实质的一个阶段 一个层面 就是说突然没有人找我演出了 那没有人找我演出了 我自己也很着急 这是我要维持我自己生活生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原来的那个群体认为李玉刚已经出名了 我们根本就找不起他了 一个新的群体找不到我 我就跟这个世界突然断了联系 我就自己一下落入谷底 我自己莫名其妙 我是留在北京好 我是坐北漂好 我还是说回老家 没有人来找我了 这种我认为所谓的出名都是假的 都是泡沫 没有一家接受 但没愿意接受我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们也都讲过说李玉刚这种形式 就是说 不可能走得很长远 三个月的事 就是三个月 他就是像很多演员一样 就说无声无息的就吓了 所以我真的是当时就被夹在那里了 又没有人愿意要我 我在北京又是人生地不出 新疮大道又结束了 原来的地方也不愿意要我了 新的地方又没有人来找我 我真的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套这套还有这套都在西里哥卷穿过 这个就是那套我黛玉穿的那套 他们给我的介绍 这是来自于中国 哪个省哪个市哪个乡哪个村哪个屯 所以他们这样介绍的时候 我都特别特别看 我从来不必不必必婚 甚至说我上新光大道 我也说了我来自于哪哪哪里 然后别人说 你怎么不说你是长春的 你往大了说往往小了说呢 这个歌是长春的 你原来听过是吧 听过 看他学一些什么东西 我听见这种时尚的音乐 然后他也跟戏曲有点结合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没有亲耳听到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信 所以我就走我自己的路 就像刚才我比喻的那样的我 我只能是这样的 我一直往前两边的 我不会顾及的态度 我一直往前两边的 要求更多传统手术的切除范围 为患有卵巢癌的女性保留生育功能 他推行数前化疗的全新理念 精确杀灭女性卵巢癌上的癌症肿瘤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卵巢癌治癌专家 吴令英